全球大視野 請來子頻收看 還有訂閱全球大視野的新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以及加入中天的會員 世界各股陸續呢 怎麼樣打所謂的新冠肺炎的疫苗 但是呢 疫情怎麼樣卻沒有降溫 這是呢 台大公衛學者他指出來說 上週啊 除了北美以外 其他區域的病例呢 再生數 也就所謂的R0值 全面的回升超過了1 如果R0值重要 如果R0值小於1的話 代表他再生的速度是比較少的嘛 代表呢 感染者數量沒有辦法再增長 代表疫情受控制 R0值小於1 代表疫情受控制 那大於1呢 就是沒有受控制 那他就發現說 R0值回升到超過1啦 很多國家都是這樣子 因此呢 擔心會重演 1918年的西班牙流行的 第三波大流行 尤其呢 變種病毒呢 帶來很大的威脅嘛 所以呢 這個台大公衛呢 就是說希望呢 WHO能夠呼籲各國 在還沒有施打疫苗前呢 還要實施戴口罩的一個政策 保持社交距離 這些公衛的措施 那其實統計呢 到全球截至昨天你知道嗎 造成超過了 1億又2409萬人染疫了 那來看到是273.3萬人死亡 來看到就是呢 台大公衛教授呢 陳秀希他又指出來說 上週啊 真的是非常讓人擔心的一週 除了北美的接種率呢 就是疫苗接種率達到17% 它的R0值沒有超過1 剛才有說過 小於1代表有控制嘛 R0值沒有超過1% 是在北美地區 但是呢 相反的來看到 像是歐洲啊 南美啊 印度啊 跟非洲 這些其他主要的地區呢 接種率呢 都不高 英國當然是比較高 但是其他歐洲國家的疫苗 接種率不高嘛 所以連續呢 兩週你知道嗎 R0值都在回升啊 上週都超過了1了 代表沒有受到控制 那病例增加的曲線呢 也是在往上升的 那陳秀希他有表示說呢 說什麼 說呢 美國疫苗施打率 上升到 23.9%嘛 那整體的疫情趨緩 那並沒有出現反撲的現象 儘管沒有出現反撲 但下降的速度 還是不夠快啊 那歐洲的疫情 則是持續惡化當中 49個國家你知道嗎 哇 居然高達63%的國家 再升數 也就是R0值大於1 就是沒受到控制的 這個數值都不好 應該小於1 才能夠談解封嘛 所以他很擔心啊 擔心什麼 現在我們好像看起來 台灣是還蠻OK的啦 但全世界我們不知道 子平問問看 你在這國家 有沒有疫情很嚴重 全球華人告訴我們 我們在子平 關心大家一下 大家很擔心說 有所謂第三波流行 有所謂第三波流行 怎麼樣呢 以前像是南美洲 非洲跟印度這些國家 恐怕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陳秀熙他是說呢 像1918年的時候 有全球的大流感 那有三波流行 第一波流行的時候 是當年的3月到7月 有沒有覺得很像我們 在去年的時候 差不多3月到7月 那第二波流行是在當年的9月 就是第二波流行 那後來就感覺比較趨緩啦 大家可能就比較放心啦 但沒想到呢 在呢所謂的之後 他就爆發了第三波流行了 那是不是跟我們在2019年3月開始 新冠肺炎的這個流行時間點 有一點點類似耶 那1918年的第二波流行 在當年的12月結束囉 那即使呢 當時有所謂的很嚴格的執行 公衛的措施 但是大家以為疫情都結束了嘛 結果就來個所謂的第三波 隔年1月第三波流行又開始了 所以歷史的教訓呢 值得大家警惕 所以呢台大也呼籲了 全國或各國還沒有施打疫苗前呢 一定要嚴守執行公衛防疫的措施 對於變種病毒的疫苗呢 也要趕快調整 否則第三波流行恐怕很堪雨啊 再來看到呢 就是說所謂的全國新冠疫情嘛 僅次於美國最嚴重的是巴西跟印度了 都遭受到變種病毒的威脅 其中我們巴西呢 我們來看到 單日的新增超過了3000的死亡創紀錄 總死亡人數呢 也是突破了30萬的大關 至於呢印度呢 則是發現了罕見 雙重變種的突變病毒 專家好憂心啊 恐怕會讓當地的疫情持續惡化 巴西醫院急診室 又上演這幕與死神拔河的救命景象 當地新冠肺炎死亡元數 衝破30萬大關 平均每5個月就增加10萬死 全國多數醫院加護病房 占床率超過八成 醫療系統隨時就要崩潰 醫護工作量早已超出體力負荷 但所有人都知道 疫情還在持續惡化 即便巴西總統波索納洛宣布 成立抗疫委員會 但過去一年來毫無防疫作為 如今突然認真抗疫 似乎為時已晚 另外專家也警告 波索納洛立場使用奎寧 作為早期治療工具的抗疫策略 反而會讓重症患者 產生副作用而死亡 加上更強的P1變種病毒 持續肆虐 巴西的疫況令各界擔憂 而同樣疫情嚴重的印度 56歲當紅保萊塢男星 阿米爾和金船確診 由印度劉德華封號的他 目前狀況一切良好 正在自我隔離中 但讓印度人不敢大意的是 當地可能出現 罕見的超級變種病毒 所謂的雙重突變 就是一個病毒株上 出現兩種突變 不排除會弱化疫苗效果 或是強化傳染力 對此科學家還在詳加研究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 變種病毒將會是 未來各國防控疫情的重要關鍵 記者綜合報導 好 沒錯 打疫苗才能夠受到控制 尤其日本要舉辦 所謂的東京奧運嘛 也是希望有人能夠去 但現在看起來 疫情沒有受到控制 這次的冬奧恐怕會冷冷清清了 不過來看到日本東京奧運 聖火今天開跑了 延遲一年的聖火傳遞 25號從福島線開始起跑了 擔任第一棒跑者的是 曾經在2011年 女子世界盃足球賽奪冠的 女足的隊員 成員之一的女足選手 延清水子 來看到它點燃了聖火池後 在台灣時間8點40分 出發起跑 今天預定有100名的跑者 要跑遍了福島各個地方 有鑒於疫情的期間 聖火傳遞將會進行網路的直播 並且呼籲民眾 要避免密集的群聚 以及在沿途的觀看 如果判斷沿路人潮過度的話 也將會跳過這個場地 直接前往下一個去所 萬一爆發的群聚感染 不排除暫停所謂的聖火傳遞 日本東京在3月24號新增了420人 確診新冠肺炎 那是3月份的單日新增的紀錄當中 最高的紀錄了 來看NHK報導表示 最近一個星期以來 每天平均新增的確診人數是309.7例 比之前一週的平均值增加了103.6% 這麼高 雖然首都圈已經在3月21號解除了所謂的緊急事態宣言 不過確診數還是呈現增加的趨勢 因此想要振興所謂的日本經濟 大家看起來怎麼樣 還是有一點點的遙遙無奇 說到疫苗 你知道嗎 大陸工業和信化部 其實他有表示說 目前的新冠病毒的疫苗生產量 在大陸已經提升到了 每天能夠生產500萬劑左右 累計供應大陸國內超過了1億劑 那大陸國務院有指出來說 截至3月22號晚間24點為止 大陸接種新冠病毒的疫苗來到了8046萬又3000劑次 那接種的人數穩定的增加 接下來將會對加快所謂的推進國民免費的接種 從高風險還有高點的人群來普遍來進行免疫的障礙 泰國著名的旅遊勝地普吉島宣布 在今年7月1號之後入境當地的外國旅客 如果已經接種了新冠病毒疫苗的話 就能夠獲得免疫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為了推廣觀光 做足很多的準備 你也想要出國去普吉島嗎 未來可能可以觀察著未來的新的趨勢 德國第三波的疫情蠢蠢欲動 政府原本規劃4月初要採取嚴格的封鎖措施 但是引發了很多民眾的反彈 德國總理梅克爾在24號跟各個所謂的首長商討之後 決定要來撤銷了 你知道這一撤銷他也同時承認在決策的時候怎麼樣呢 犯下了錯誤 德國原先決定延長封鎖措施 涵蓋即將到來的復活節假期 引發民眾強烈反彈 政策臨時大轉彎 梅克爾24號與各首長開會後 決定撤銷4月初採取的嚴格封鎖措施 消息人士透露 由於準備時間太短勞工工時間少等問題都無法解決 此外有鑑於歐洲疫情逐漸升溫 維也納和周邊地區復活節假期將實施封城 除了購買食物和日常運動 其餘時間都要乖乖待在家 而AZ疫苗先前因為血栓疑云 北歐多國暫停施打 如今芬蘭和冰島24號相繼宣布恢復施打 不過歐洲各國近日都擔心疫苗供貨不足 因此歐盟決定加強出口管制 防止疫苗不公平的單項輸出 此舉可能會中斷對英國的供貨 我並不認為疫苗或疫苗或疫苗 然而歐盟1月以來 就因恭候問題與阿斯特捷利康槓上 如今在推出口管制 恐怕將使疫苗爭奪戰白熱化 記者葉立委綜合報導